在高速公路上有很多限制,其中有一项就是限速牌,因为有一些地方的高速公路限速非常的不合理,很有可能从120直接跳到60,这也让很多车主们无奈,被扣分罚款式小时,万一发生交通事故,那又是好几个家庭的悲剧。 高速公路上,这些断压式的降速让车主们非常的头疼,其他大家也不必烦恼,现在高速统一限速了,以后开车的时候也不用再提心吊胆了,现在相关部门已经对这种不合理的限速牌进行了整改。 就比如国内很多地区的高速公路上,那些断压式的限速牌都已经被拆除了,将这些不合理的限速牌拆掉之后,以后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就会更加的安全,也不用担心自己会被扣分罚款,更不用担心会发生事故,而且这样的方式能够有效的减少堵持情况发生。 现在也有不少专家提议,高速应该统一限速,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保障车主们的安全,减少事故发生率。 当车主们对待呼吁应该取消这种不合理的限速牌,那么相关部门已开始终止起来了。 就拿山东城这边来说,已经将很多不符合规定的限速牌都给拆掉了。 而且在高速公路上行驶,如果超速在10%以内的话,车主也不会被扣分罚款,只是会收到一个警告。 不得不说这样的规定对车主来说真的是一个好消息。